那因为我去工作之前 我就听说这个老板 很容易把主播当成后宫 那真的进去之后 我就发现 就是后宫甄嬛传在正式上演 然后就是 比如说我上晚班到八九点 行政部门早就应该下班 或许他是早班的主播 怎么会从楼上老板办公室 下来的时候 然后就一般整理衣服这样 就非常的明显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就是真的老板是 就把大家当作 放他那张牌 那这件事情会流露出来是因为 就是有后宫们大打出手 蛤 还打出手 这就是精彩咯 大打出手 然后就是 好誇張 对 然后还有正宫打来 就呼巴掌 所以才会整个电视台 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听完这个故事 我们只有一个观点 你老板身体真好 真的 真的 他也是有点年纪 但身体真的很好 来 居心居心 来一个 辛苦 因为现在刚刚 欣妮说到嘛 那记者会求连线嘛 所以求连线要求曝光 因为大家就想要当主播 那其实想要上位 就是露脸嘛 想要让长官看得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连线的时候 就是播报的时候 然后低头 然后连到一半突然抬头 看起来吓一跳 因为那个 就是两层假睫毛贴上去 然后穿得比你还像主播妆 对 然后画个大浓妆 他连这个你也要管啊 还有 没有 你可以连三层啦 对他平衡 对他平衡就跟场景物聊 但重点来了 还有男生 他也会化妆 然后野妆假睫毛 眼线 眼线 他偷画眼线 可是有一次 曹大哥就有画眼线啊 OK啊 但重点是长官会冲出来说 谁谁谁 谁叫他画跟牛郎一样出来的 然后就被骂了 所以那个人就被 就是男记者 就彻底被封杀 以后不能再连线 所以想要搏上位 反而就被弄下来了 你看这个已经到了 无所不用其极了 什么招数都要来 因为你说有一些 其实本来他的本质就很好了 因为他就是漂漂亮亮的女生 然后长得也很甜 但是呢 他每天都是 那个假睫毛走都贴好了 他又穿很短很短的裙子 但是 主管是女生 最讨厌的就是你这一种 穿那个短裙的 下次再绿绿绿 不准再穿短裙来了 我真的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对 都是讨厌 跟这种劳姑婆 你是在说我吗 我是你 不要对话入座好不好 男老板确实会比较发生 多一点这种花边的新闻 那因为我在工作之前 我就听说这个老板 很容易把主播当成后宫 那这次进去之后 我就发现 就是后宫甄嬛传在正式上演 然后我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说 怎么老是都有一些主播 或者是女长官也会 然后就是 比如说我上晚班到八九点 行政部门早就应该下班 或者是她是早班的主播 怎么会从楼上老板的办公室 下来的时候 然后就一般整理衣服这样 就非常的明显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就是 真的老板是 就把大家当做 后宫他那张牌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每次都讲说什么 从房间走出来 然后衣衫不整在那边调 但是不太可能 应该都穿好了才走出来 对啊 怎么可能让你看到这种画面 不可能嘛 不可能嘛 这有点穿着附会 因为我们是自己看到 然后就想说 应该也不至于 但是我在想说 是不是心虚的人 比较想要特别整理一下 自己的衣服 不然照理说 其实他们看的都还蛮正气 对啊 干嘛 那这件事情会流露出来 是因为就是有后宫们 就是大打出手 还打出手 还打出手 就是大打出手 然后就是 服发装 对 然后还有正宫打来 就呼巴掌 所以才会整个电视台 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对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还面临了就是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饭局 就是那时候好像有迎新饭局 然后你去吃饭的时候 就觉得战战兢兢的 为什么 然后那时候 他就想要让你喝酒 菜不好是吧 对 对 哪有没有鱼啊 对 只有菜没有鱼 但是酒很多 然后他那时候 就老板的朋友就开始说 你喝啊 你喝啊 然后我就会一直跟他们讲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真的有过敏提示 我真的没办法 没办法这样 你就是要喝啊 你喝酒了就不会过敏了 酒量是裂出来的 然后我就觉得 这种局以后就是不能去 然后渐渐的就会发现 你原本是去的时候 你原本是 不过那种晚间主播 你就渐渐的往前掉 但是因为我本人就觉得 没关系 我觉得不管做 每个时段 就是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嘛 然后当你掉到 早间主播之后 你发现还是有人要找你茶 就很奇怪 而且是变女长官 然后女长官就突然就来跟你讲说 我觉得你最近表现也不是很好 那你就从你 因为那时候还付 算是付住宿的地方给你 他就说 那你搬出来 你就直接 自己想办法找住的地方 没有啊 我就说 福利都没了 再见 我就想说 可是这是在合约里面的 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然后我就说 这样我可能没有办法遵守 那如果我们下一次定的时候 如果你这样定 那我OK 但后来他又讲说 那如果你既然不能配合的话 那我直接FIRE好了 你就不要做了 哇 我觉得这太多感了吧 后来因为这是A长官 女长官 我就找B长官问这件事 他说谁跟你讲的 完全没有这件事 我说可是A长官说是老板讲的 你平常在乱讲啦 他也是老板的后宫之一啦 他就是觉得你 也都没有去陪喝 听完这个故事 也没有去当后宫 为什么你还可以当主播 你没有牺牲到 听完这个故事 我们只有一个观点 你老板身体真好 真的真的 他也是有点年纪 但身体真的很好 哎哟